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ndy先生是这个也是华尔街的一个房地产的老兵了 然后自己经验非常丰富 也这个帮我们咖啡俱乐部做过很多这个支持的活动 所以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Andy 谢谢你Andy Beautiful Thank you Leon 首先呢 谢谢咖啡俱乐部给我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是12月13号 其实离今年的结束还有17天 所以正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2020年的房地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回顾 以及我们对2021年的一个展望 那我们今天大概我的时间会控制在45分钟 40-45分钟左右 那我可能会留点时间给大家ask the questions 好吗 OK 好 首先那我就go to next page How do I go to next page Here we go OK 好 那我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首先我会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谁我的背景 那最少你们大家在听的时候知道说是谁在跟你们讲东西 然后后面呢我会做个简单的铺垫 这个2020年的疫情 这个是百年不遇 上一次是那个spanish fruit 是吧 到今天正好是100年的时间 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呢可能是跟我们后面的房地产 来做一个铺垫和全球的经济 2020年是一个什么情况 以及我们大选的一些回顾 大概简单的就是很快速过 真正的呢 揭露主题的话可能是number three 跟number four 就是商业房地产的板块的一些分析 在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会介绍一下office building 什么是office building 然后在2020年office building处在哪一个阶段 然后2021年的展望 同时apply to multifamily 工业的 仓储的 零售的 和酒店的 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最后的时候 可能也是大家关心的 就是投资房地产 一些哪些常见的方式 我们是准备值投 还是说我们准备去买股票 买基金 那哪些优势 哪些劣势 我都会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I will leave enough time for the questions 好吗 OK 好 那我们是走到下一个 OK 我是谁 我是Eddy忠 再次感谢 咖啡俱乐部给我的时间 也感谢我的同事 Leo的邀请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我自己在美国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除了读书以外 一直是在华尔街 做地产 从大学毕业以后在安永 做construction的 做房地产的方面的审计 那之后的话呢 也去了J.P. Morgan Lexington 都一直在做 等于在25年26年 一直是做房地产的 这个金融方面的业务 那特别是过去的十年 一直在做跨境 所谓跨境是在美国 合作 合作那个亚洲的 做过日本的 做过中国大陆的 然后呢 同时也做过Francourt的 做过欧洲的一些房地产 那在这个25年之中 里面呢 也持有一些牌照 那包括我之前在安永 也就做过 是美国的助约会计师 然后呢 因为我们自己是做基金的 所以我也有 做美国的证券牌照 保险牌照和房地产牌照 所以呢 今天呢 可以很开心的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下美国的商业房地产 等于说这25年 我一直是做商业房地产 然后呢 之后的这边的 最近的十年呢 也做过很多的 国际的买家 所以呢 今天呢 可以很开心 跟我一起分享说 我的一些看法吧 好吗 OK 好 那我们直接来就进入主题 这个就是这个回顾 其实这些数据 大家都知道 也没有什么新鲜的 就是3月11号 就是今年的 市政卫生主持 就把这个 这个COVID-19 定为一个流行病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上一次把它定为的时候 那是Spanish flu 那是在 一百年前的时候 所以这个蛮大 那美国在3月13号 就进了 全国了 就进了紧急状态 那这个呢 虽然在8月份 9月份 有一些好转 包括10月份 但是在11月份 12月份 这个第二次 又继续爆发了 今天呢 我看了最后的数据 我在这个上来之前 我看了这个数据 美国今天的感染的 是23万人口 然后呢 死亡人数 今天因为这个COVID-19 死亡人数 是3300个 所以这个是 特别严重的 那当然好的消息 也是在这个预期里面 我们是上个星期五 星期六的时候 美国呢 已经批准了 开始用疫苗 那我们希望说 疫苗在 在今年年底 明年年初 可以打 那慢慢的时间 we hope that eventually will back to normal 好吗 OK 好 疫情呢 因为我们是讲房地产的 所以我今天呢 主要是因为疫情 这个大选等等 对房地产的影响 对房地产的影响 当然是很大的 但是每个板块不一样 有些板块影响 会比较好一些 有影响小一点 有些板块影响很大 像我们讲的酒店 像我们讲的VTEL 那影响是巨大的 但是呢 Industrial跟Multi-Family 其实它的影响 算是还是可以 特别在地区方面 所以呢 这个就是简单的 一个很回复 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因为大家每天 都在新闻里面听到 所以我这边呢 就是简单的回复一下 OK 好 那这个在经济上面的影响 世界的货币组织 IMF Protected 在2020年 全球的增长是 是-4.4% 好 -4.4% 然后但是在2021年 飞复的是也会很快 那我们是expect的 飞复呢 是在5.2% 远远超过了2019年的2.8% 这个也是好 那同时的话呢 他们的prediction 就在今年10月份 就是前两个月的时候 全球经济是正在 从4月份大封锁逐渐开始走出来 但是所以说预期的蔓延 以及第二次的复苏 第二次的到来 所以让经济的活动呢 的恢复了还是加慢了 这里面有一件提到的 就是中国 中国我们中国大陆 是做的比所有的国家都做的好 它这个严控里面 是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但是现在我们因为 大家都在一个地球村里面 所以并不是说中国控制的很好 但是在国际上面 总的来说还是 增长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还是困难重重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那同样呢 不管是世界货币组织 还是Morkin Stanley Morkin Stanley它是expect的 2021年全球的GDP 时间是6.4 那其实是比那个 世界货币组织的 它的expectation会好一些的 那它也是在做 新兴的市场会比较是会前期 然后后面美国 欧洲会在后面 会在后面才会晚一点点 UPS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我们的希望做2021年的 一季度的疫苗的打路 然后可以让世界全球的经济 逐步逐步回到 疫情之前的水平 对伊莲资本 我们自己呢 对这个的看法 也是保持 若是谨慎 但是若观谨慎的态度 我们也是expect的 2021年的下半年 也开始慢慢的恢复 那在房地产方面的 不同的板块 恢复的会 差异化蛮大的 可能industrial 恢复很快就恢复 但是呢 对我们的Litia 对我们的hotel 甚至有些像那个市中心的 像那个business center的 曼哈顿的 像LA的 San Francisco的 这些可能恢复会更加慢一点 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的 我们自己的protection 跟这个市场 也是比较比较一致的 好 那下面的话呢 讲讲大选 大选的话呢 其实明天 我们的所有的news 不管是NBC啊 CNN啊 FAX啊 都已经predict 我们的拜登 President elect 是作为下一届总统 但是呢 其实真正的选票 其实是明天才开始 明天 应该是明天晚上 会有结果的 明天晚上会有结果的 那我们这边的 我们这边predict的 当然也是拜登会赢 拜登会赢 然后但是在这边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house 已经是democrat 已经他们是会 也会拿下 但是在我们的senator的话呢 到底是税赢 目前呢 还不一定 还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确定 如果这个三个 house跟senator 包括总统 是一起的一个党派 那对拜登的一些 一些政治的一些 经济的一些刺激 当然是比较好 因为呢 三个都党派嘛 投票也比较容易过嘛 是不是 这个我们大家都被理解的 如果senator 他不是一个党派 他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阻力 包括呢 包括呢 有些反对票 会让一些事情 贵得阻力 OK 但是我们总的来说 在美国 虽然哪怕是三个 都是同一个党派 OK 并不代表很多东西 都可以轻松 特别是在美国 有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比较比较比较重要的投票 他是需要majority的 比较在senator 他需要60票以上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党派 有超过60票的数据 所以呢 这是还是在 我还很乐观的看到 这是一个很平衡的 一个政府 到目前为止 这目前还是一个平衡的政府 好吧 OK 好 那我们呢 白天政府呢 将来的话呢 计划在未来的十年 会增加5.4个chewing 5.4个chewing 这个数据是相当相当大 相当可怕 它主要是在 花在哪里呢 它主要花在healthcare上面 比较多 medical OK 好 我们就 讲到房地产 如果 未来的政府 会花这么多钱 在healthcare上面 那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就必须要顺势 那顺势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决定 做办公楼的时候 那我们就希望 那些办公楼的租客 是以healthcare有关的 来 或者是以R&D有关的 以health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做顺势 是不是 那同时呢 在基础建设 office building 跟industrial板块 也是受益 那当然了 它在刺激经济的时候 它需要更多人 做这个事情 那更多的人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同样的 这个office的需求 也就会大 industrial需求 都会大 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的 好 那我们很希望 说这个 我们现在 总统川普 对这个中美贸易战 那我们 因为今天 在网上的 听的大部分 都是我们的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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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 或者我们的 我们讲华语的 我们从心理来说 是希望贸易战 比较顺利的 就是中美之间 少一点摩擦 但具体是怎么样做 其实 说老实话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 拭目以待 我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也希望 这个中美摩擦 越来越少 两边的贸易 越来越顺畅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生意 我们做海外配置 海外自然配置 都会很顺利的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里面 就跟大家 来分享 那做房地产吧 我们还是要讲到 我们来做 来做房地产 做房地产 就是在上 房地产的一些优势 其实我们在 今天大家来到这边 都是喜欢 了解一下房地产 房地产的一些好处 房地产好处 就是它其实是 投一个实体 它的 underwriting assets 是一个房地产 它稳定性是相当好 相当高 是吧 然后它的风险 相应来说 比股市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有underline assets 它是作为一个投资的 是一个另类的 一个资产投资 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在对 对传统的 是其实 对一个对冲的 可以降低 资产组合的 一个风险 在目前呢 是利率比较低 几乎是零利率的时候 对这个房地产 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那同时 我们政府 不管全世界政府 都在拼命地印钱 那印钱的时候 就有通货膨胀 所以房地产 对通货膨胀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抗风险的 抗通货膨胀的 一个属性 那讲到说 这个投资嘛 所以投资呢 我自己的观点 永远投资 永远要顺势 不要逆势 当一件事情 是符合逻辑的时候 符合逻辑的时候 顺势的时候 你不会犯太大的错误 当我们投资的时候 逆势的时候 你犯的错误就很大 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建议 刚刚呢 就是简单的 花了几分钟 跟大家快快 就是快速的过了一下 一些回顾 一些铺垫 其实真正的最后呢 是后面两个课题 可能是比较大 OK 商业房地产 商业房地产呢 首先 我跟大家铺垫一下 说在美国 我们右手边 有哪些是属于 商业房地产类型的 在左手边呢 是我们 哪些是主要 是作为我们投资人 看的比较多的 商业房地产 我们看 我们投资人 看的比较多的房地产 办公楼 是吧 住宅 MultiFamily 工业物流 零售 酒店 这几个是看的 算是比较多 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学校啊 教堂啊 那个就是比较 就不是这个 不是特别的多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后面的右手边 我们可以看到 MultiFamily 在整个商业房地产里面 占的是最大的 那第二是 OfficeBuilding 再是Vitial 再是Vitial等等 这个这边呢 今天我们已经 列出表格出来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 所以MultiFamily呢 在左右的投资里面 MultiFamily Office啊 在投资里面 是比较重重之重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慢慢地 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些种类 是一个什么样的 才Defines Office Defines MultiFamily Defines工业 零售跟酒店 那里面有什么 Subsector 那同时的话呢 2020年 对这些 对这些的Sector的一个影响 同时我们看到2021年 对这些 对这些展望在哪里 好吗 OK 好 办公楼 其实办公楼呢 它分为A类 B类和C类 它大部分的组合 是因为它的营造的时间 或者它翻新的一个时间 是不是这个办公楼 更适合现代的 更适合现在人在用的 包括它的地理位置 还有它的租客资料 等等来定为A类 OK 那我们这边呢 有几个 这个A类办公楼 是新建的办公楼 全新的或者欢新 优秀的地点 现代的配套 专业的团队 优质的客户 我举个例子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就是 我们自己公司的办公楼 是在One Pan Plaza One Pan Plaza 1950年建的房子 五几年建的房子 到现在已经70年 80年了 但是它还是定义 在A级的办公楼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绝佳的地点 因为它在曼哈顿 它在中城 是不是 交通特别便利 然后它一直在更新 它一直在upgrade 虽然是一个70年 80年的办公楼 但是它一直在翻新 刚刚的时候 就现在这个办公楼 各位如果有去 那个One Pan Plaza的时候 你会看到 One Pan Plaza 其实是在做一个 很大的一个renovation 它是计划在 未来的两到三年 要花八千万美金 再重新翻新 所以在从里面 就一直在保持 Today's Technology 然后好的地点 新的办公楼 同时它的租客 很重要 它的租客 并不是一些 很小的租客 两百三百尺 它的租客 都是一些 很大型的租客 在这边 所以这个 这种building 就qualified for Class A building 所以很多人认为 Class A building 就是Brand New Asset No 这是 not Brand New Asset Class A building 是有时间 地点 租客 等等一个 综合的因素 来定 Class A building 同时包括 Empire State Building 1920年建的 已经一百多年 已经将近一百年 历史了 它也是一个 一个 一个Class A building 包括我们现在 Hardison Yard 是新建的 它将这些 都是define Class A building Class A building 大部分的 Class A building 其实它买家 大部分都是 机构买家 上市公司 银行 保险公司 很少听到说 某一个人 去拥有一个 这么大型的 Class A building 这种的风险 是比较小 收益也比较低 因为我们永远 要记得 做投资的时候 风险和收益 永远是成正比的 你想高风险的 你投资就很高 你的回报就很高 你想低风险的 投资就很好 所以这一点 大家都明白了好 那同时的话 有另外一个 Class B跟Class A Class C Class B 一般的房子 比较老旧 然后它有限的配套 配套也不是 那么样子的 Today's technology 然后局部 也需要一些翻新 包括Class C 一般是比较老旧的房子 交通也不是便利 需要大量的成本 投入去改善 租客的 租客的可能信用的质量 也不是那么的好 那当我的上次租客 特别是这个COVID-19 租客的质量 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呢 当租客好的时候 他签了10年 20年的租约 哪怕他今天 不在里面住 他也会 Live up 他的obligation 他也会 去把他的房租 按时准备交好 但是 如果是他的 Tenant的质量 不是特别好 他就觉得说 反正我今天不在了 对不起 我就不交房租了 所以这个也是 Define 这个Building Class A Class B的 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多花了一点时间 跟大家Define 这个哪一类 投资人做的比较多的是 Class B Class C的多一点 就是我们的 就是小型的投资人 做B&C比较多一点 大型机构 做A比较多一点 这个里面 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们在2020年 2020年 大家有时间 可以拿到一杯咖啡 今天是咖啡猪肉部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办公室的控制力很高 昨天的报告 是14个percent 这个是在2014年以来 最高的 这个是相当相当 相当高的 那个 在这边呢 如果高 而且呢 还有一点 市区的 比郊区的高多了 那这个我们也明白 很多 特别是我自己来 我自己住在曼哈顿的周边 我们办公室在曼哈顿 你发现曼哈顿的 很多高 高精端的人才 都慢慢从市中心搬走 都搬到 要么搬到新泽西 要么搬到长岛 要么搬到Westchester 就搬到纽约市中心 那作为一个老板 作为雇主 他永远是 人才在哪里 人才在哪里 他就在哪里 开办公室 那这样子的话 很多人才在曼哈顿都流失了 他们就愿意 就很多的时候 就可能在郊区 可能相应来说的 控制力会比较低一些 第三季度 美国办公室市场 就是第三季度 有28.9个million的控制 就是net absorption 这个就是很糟糕 就是有这么多的space back to the market 那等于说 就有很多控制了 那这year today 有42个million square feet back to the market 就是for lease for lease 或招租的 这个对市场上面 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这个2020年 大家都知道 那办公室不是好的消息 那在我们对过来的展望 我们过来对的 对这个2021年的展望 办公室市场有望的 在2021年逐渐的恢复 根据GL最新的report 我们刚刚有读解这个report 有兴趣的 可以观众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 观众我们公众号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大家 一起分享一些东西 里面有75个percent的员工 还是希望回到办公室的 OK 这边说明说 很多行业 办公室其实是一个刚需 医疗行业 你要去看个病 你不可能说 我在家里远程去看病 是吧 服务行业 还是界面比较轻 科技行业研发 希望有个团队的感情 所以办公室 其实是一个刚需 办公室的重心 只会说 前不久 GL有个report 因为这个COVID-19 整个办公室的需求 会减少3.6个percent 全美国好的地方 糟糕的地方 坏的地方 一般的地方 会减少3.6个percent 但是这3.6个percent does not apply 并不是全世界各地 或者全美国各地 郊区可能会受益一些 但是市中心 可能会低于3.6个percent 可能会更糟糕一些 所以后面我可能也会 也会跟大家讲 就郊区可能是一个机会 以residential的是 其实表现一致 residential 现在如果是在纽约 或者在市中心的 大家都发现 郊区的房子卖得很好 特别是你像这些上市公司 Nanai KB Home 他们的房子卖得好的 好的一塌糊涂 那就是因为很多的 很多的人才 都从市中心搬出去了 OK 好 那第3点呢 疫情的办公室的用途 也有了新的要求 不仅能够提供高速的网络 独立的空间 还要满足员工 社交的一些新的需求 在这上方面 Class A的Building 会比Class B跟C 表现得更好 更适合投资 通过这个COVID-19里面 我们也看到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看房子的地点很重要 看房子的A Class B Class很重要 同时看它的Tenium的质量 也是更加的重要 刚才我们的这个 President-elect Biden 他要花5.4个Tuin 在Medical上面 那对我们投资人 那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就希望我们里面 有更多是顺势的租客在里面 就更多的Renroll 是在Medical也好 是在高科技也好 这样子的话最少我们的房子的增值的空间会比较大 是不是 那最后办公室目前整体来说的价钱比较低 因为也是受COVID-19的影响 出现了某一些地方出现了价值的挖地 长期的投资人可以寻找一些机会 右手边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 实际案例 右手边是我们在11月3号 我们公司投的一个办公楼 这个办公楼在哪里 办公楼是在普林斯顿 和Philly Downtown的中间 大概15个分钟左右的正中间 是在一个office building的一个environment environment 所以它地点在郊区 location是个很重要 第二是一个class A building 第三它的tenant 我们有超过57%的space 是租给一个医疗研发中心上市公司 所以对它来说 这些是一个好的产业链 第二我们第二大的租付 是一个环保的 Waste Management的一个很大的 很大专门是全球最大的 也是上市公司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去选择 这个投办公楼 第一现在进去 我们买的时候 1800万 Appraisal进去的时候 是2100万 The next day We already appreciate 3 million dollars for it 第二的话呢 第二的话呢 它的tenant 是一个 是目前是一个趋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去找到这样的挖地 去做这样 这类的投资 这个就是办公楼 跟大家分享一下 办公楼之后来 可能就目前一个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 那就是Multi Family Multi Family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房子里面 有超过两个 有些说四个到五个人 在住在里面 住在里面 由于Multi Family 那其实是我们华人最喜欢的 因为我们华人都喜欢投资房地产 所以我们自己住在房子里面 所以很容易就懂房地产怎么去投 特别是住宅怎么去投 那确实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产业链 也是很好的板块 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更愿意去租房 因为银行不贷款 你的投款也不到位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Multi Family 是一个确实是一个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sector去投的 Multi Family 大家要知道 可能也分的很多很多种 这几种呢 可能大家比较多的 第一是Affordable Housing Fordable Housing 这是那个 拜登上台之后 他有大量的政策 是支持这个Affordable Housing 所以Fordable Housing 是一个不错的投资 还有一个这个Workforce Housing 就是工薪切成的一个住宅 那包括Lectary的 包括学生公寓楼的 Lectary在这次里面 影响是最大的 第二个影响大的是Fordable Housing Fordable Housing 大家失业 失业以后 大家也不是付房租 所以这个板块值得投 但是怎么投 在哪里投 大家也需要去注意一下 关注一下 好 OK 好 Next one Multi Family 刚才讲了 就是Multi Family 在这里的受的影响 是在所有的板块 除了那个Industrial板块以外 它影响是最大的 你看我们在10月份的 租金的收缴率 都有94.6% 美国的Average Multi Family 出租率大概是95% 那这样子的话 有94.6% 只是有5.4%没有收到 是有一点点高 就比去年往年 3到5%是合理的 所以仅低1% 所以在全球这么大的灾难的情况下 还能得到这个数据 其实是一个acceptable的一个空间 OK 然后在地区方面 市中心的表现没有在郊区的比较好 这边跟办公楼是一致的 我们市中心的很多高档的 高档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Lectary的公寓楼 控制力蛮高的 因为大家都搬走了 这个是一致的 所以从class区别上面 class B表现会比class A好一些 好一些 class A多为Lectary的公寓楼 控制力比较高 租金降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有住在曼哈顿的朋友们 这时候可以拿到一些很好的deal 那为什么人家给你很好的deal 就是因为它控制力太高了 是不是 class C的违约 Unfortunately Class C 违约的又比较高 因为一些失业的人群 选择就不付房租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sector 我们要看清楚怎么去投 好 怎么去投 好 在我们每次都讲完 首先我们讲这个sector 是一个什么sector 第二呢 我们讲到说 这个疫情的影响 第三呢 我们会讲说 2021年的对这些展望 2021年的这个 multi family的投资将从 将会是20增长 比去年增加33% 会有148个billion 并在2022年 就是后年完全恢复 疫情前的水平 这一点我相当的认同 这点我相当认同 因为这个sector 抗风险还是相应来说 是比较好 抗风险比较好 这边呢 我们要知道 大量的国际买家 大量的国际买家 都会有很多乐钱 有没有multi family 所以让这个房地产 cap rate就很低 很低 所以投资人呢 在选这些产品的时候 对这个产品的种类 类别和它的区域 一定要小心的进去 所以2021年 这个决定是一个增长性 也会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投资 就是multi family 好 讲到multi family里面呢 另外有一个sector 就是学生公寓楼 其实大家都蛮喜欢的 学生公寓楼呢 我们公司做学生公寓楼 还做的蛮多的 这个学生公寓楼呢 在过去15年 学生公寓楼开始受机构 高层的block rock 他们追捧 然后它抗周期性比较好 疫情 这个疫情 展现上呢 也是比较 还是比较坚韧的 短期里面 对于开放的学校 学生公寓楼 露出的一幅在95以上 我们的学生公寓楼 只要是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operation的 就是在一个 因为我们有头几个 在建的 在建的之外 我们几幅所有的学生公寓楼 都是100%露出的 好 长期来讲 美国的大学学生楼的需求 还是庞大 需求比较旺盛 一年有丰富的学生公寓楼 我们在今年呢 或是去年 我们在今年2020年 我们一共投了 四个学生公寓楼 我们投了康奈尔的 我们投了宾伦敦的 在纽约Alone 在纽约Alone 我们投了四个学生公寓楼 一共是1380个床位 我后面呢 大家如果对这个 对这里产品 更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跟我们的Leo 一起来探讨这个 但是总的来说 这边可能呢 有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朋友就说 现在很多学校 学校都不开放了 都不 你们怎么看到 看到学生公寓楼 而且很多国际学生 都来不了了 你们怎么看到 学生公寓楼 OK 学校 其实 在这个国际学生来不了 所有的国际学生 在美国 大概在美国的 在校学生里面 大概是8% 我们中国大陆的 只占1% 在3%都不到 但是这是因为 学生这个疫情 让很多的学校 为了social distance 当年我也是住校的 当我在住校的时候 我一般是两个人 三个人 甚至四个人 住一个房间 他为了social distance 他现在把所有的学生 都push out 到这些我们专届的 学生公寓楼里面 虽然国际学生 我们少了1%到2%的 一个市场 但是学校本身 给了我们 75%的一个demand 所以让学生公寓楼 的需求特别旺盛 所以我们在纽约的 学生公寓楼 只要是现在是开放的 只要是开放的 我们几乎都是 100%入住的 而且我们到明年 2021年的9月份 和2022年的 那个学生公寓楼 几乎都已经预租了 就超过50% 所以这学生公寓楼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sector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 讲完学生公寓楼 我们花远时间 去讲讲那个工业 和那个仓储 这里面 这几年是特别的火爆 疫情加速了 零售的那个衰落 但是推进了 推进了工业地产的 更上一层楼 工业地产 开始的时候 数以于我们的 现在总统川普 他一直说 要把美国变得更加的伟大 把美国变得更加的伟大 所以让很多的外面的企业 搬回来美国的本土 所以让它工厂 是变得是更加的 有人去住 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那仓储是因为大家出行不方便了 它因为它是ecomma的 是电子商务的一个下端 你当你在这个手机上 你在手机上去点一下 这个IPP的时候 那个IPP的时候 就是的时候 你需要有很多的 很多的配套 去把你送到你的家里去 这样子的话 就让这个仓储 就起来一个关键的作用 所以这支疫情 让这个sector变得更加的火爆 美国其实仓储 其实是有两大块 一大块是一个集中型的 就是等于说 它的货物 从比如说 从欧洲运过海运 或者船运 飞机运过来的时候 它首先放在一个大的仓库 然后是再分到 那个市中心旁边的小的 last mile 去做一个distribution 再把它分配 分配到各个家里去 这一次真正的火爆的 是last mile的需求 更加的旺盛了 这个是一个工业 工业的话 那我们也分析一下 它现在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情况 预期是受益于 对ecoma的需求 大量增加 2021年的预计有25个million 250个million square feet 平方尺的一个进 就是说需求这么多 过去五年的平均 才211个million 所以它的需求 就增加了很大 很多core industrial的资产 都被机构持有 作为投资人 作为投资人 我们可以跟机构一起 或者我们可以买 它周边的一些产品 也是个不错的 过去的几年 国际的资产 大量的涌入 那个工业 仓储这个板块 推高了价钱 所以在考察的时候 投资人那个谨慎 留意这个价格不高 一定要小心的去挑选 永远是说好东西 好东西 但是你是以什么价钱买下来 如果你付的价钱太高 那你收益 可能一定会受到 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建议 各位的时候来 买好东西的时候 收益是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这个 所以回报会不是很高 但是相当安全的产品 所以找到一个好的产品 好的团队 去投资 这个仓储 也是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 那我后面 就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快快的过速一下 酒店和零售 零售的话 也有几个大的板块 所以最大的板块 就是Shopping Mall Life Center Life Center 在美国东部 因为我自己在纽约 美国东部其实不太多 因为天气的影响 你看现在是12月份 外面已经很冷了 那到明年4月份 所以大家并不愿意 在外面待你 在外面去安做 但是在西部 特别是在加州的时候 是特别受影响 特别在Texas 这些热的地方 还有Factory的Outlet 在我们Wooberry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Power Center Community Center Naperhood 的这个Community Center 这些都是一些 零售的一些产业 大家都可以投资的 好 Unfortunately 疫情 这个正好跟Industrial 正好相反 疫情是加速了 这次实体的衰落的速度 因为光我们纪念一年 有超过9500家的零售 关门 那我们大家知道 JCPenney JQ Models Sports School 这个等等 都已经倒闭了 很多零售也拖欠租金 或者支付部分的租金 大型的 包括我们刚刚新建的 我们第三个商业中心 Partisan Yacht 一个光这边 都有零售的去离开 所以零售的地产 也有机会 但是风险很大 所以投资能进场的时候 一定要很小心 很小心 我们永远在投资的时候 我们没有说 我们希望拿到 我们希望拿到30%的回报 但是我们愿意付出 这个7%的风险的 没有 你如果想拿30%的回报 你投资能进场的时候 特别 特别小心 关于零售 那酒店 那酒店的话 这次可能是在疫情里面 可能受的影响 是真正的里面 是一个最大的 最大 在美国酒店 有高 有高档酒店 有中端酒店 和经济型酒店 豪华酒店 那都一般的是 我们做员工 我们出行的时候 这个一般是住豪华酒店 那中档的时候 Maria 西莱丹 这个是中档的 经济型的 就可能是Holiday Inn 和Days Inn 这次影响 还算是可以的 是中档酒店 因为高档酒店 大家不愿意住了 因为经济的影响 可能就是中档 那经济型的 如果大家不出行 那大家都不出行 所以豪华跟经济的 都受的影响 都是蛮大的 好 那酒店里面呢 就是大概呢 就跟大家概括一下 酒店在疫情期间 受到的影响 是在这个整个几个sector 在我们的industrial sector multi-family sector office sector里面 跟酒店里面 是影响最大的 那影响最大呢 是一个 大概有一个什么数据呢 我们的入住率 才只有33.5% 就Q2的影响率 那一般的酒店 需要由60到70% 才Breaking Even 所以只有平均的 只有33.5%的入住率 那你想想 这个里面 酒店的行业的亏损 有多少大 这个是在1930年 大萧条至今里面 最低的历史最低点 酒店完全恢复 可能要到 我个人认为 这个是一些专家的 一个prediction 到2023年 我个人认为 甚至会到 这个2023年之后 甚至更长的时间 好 讲完了这个sector 因为这个sector 花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一点呢 就是让大家理解 每一个板块 你投资 并不是说 我投资一个房子 就等于是 你投资房地产 你要看哪个板块 哪个经济周期 受的影响 所以我花了蛮多时间 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呢 这个板块 对这个2021年 整个房地产的一个展望 就是房地产 恢复了 会致力于 整体的经济 因为我们房地产 都是一个实体 那在实体身里面 相应来说 投资就都会 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我们预计在 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 才开始恢复 不同的板块 恢复的输入也不同 Industrial跟MultiFamily 恢复的会是第一波 去恢复起来 零售和酒店 可能中期最大 它可能是在2023年 甚至之后才可以 办公楼 其实是有很多价值挖地 你要看在什么地点 什么class 客户的数量 的影响 上面不停 所以我们要谨慎地 去投资每一个产品 好 讲完了这么多 然后我们就 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这个常见的几个投资 因为大家今年来了 可能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 是想了解一下 这个美国的投资的 就是特别是在美国 在纽约 投资房地产怎么投资 我现在几个 商业楼盘 我都知道 整个几种类型 我都知道了 那我们怎么投资 投资很简单 我比较多的 也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直投 一种直投 那一种呢 就是去通过借借投资 直投的 直投的呢 也比较直接 就是作为我们投资人 我们如果是资金不够多 我们就买一个 买一个公寓楼 或者买一个single family 把它租出去 我们钱多 买一个办公楼 或者买个酒店 或者买一个retail center 我们这些都是直投 直投就是你自己去买 优势很好 你可以主动挑选和管理这个房子 因为你是老大 你自己决定的 你是老大 你可以觉得 你的租金的收益和潜在的 这个都是你的 抵税的效果等等 这个优势 因为你说了算 这个房子就是你的 但是这个缺点 作为房东 你需要负责房子的出租和维护 包括第三方来维护你的房子 很多隐形的 地产税 管理费 保险 甚至你对周边的市场是不是了解 是不是你对这个房子的房子 是不是了解 那等等的时候 是吧 你有这个优势 也有这些劣势 但是直接买房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在麦哈顿买个房子的收益 大概是2到3个percent 相应来说 相应来说 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这个这个集中的效益 就收益来说 还是算是比较低一点的 你好处呢 就是你的优势 就是说 这你自己东西 你自己说了算 你自己管理 但是也同样也会给你带来一些 一些不小的一些headache吧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大家需要需要关注一下 好 那我们讲讲了 因为我们是自己是基金公司嘛 所以我更多的愿意跟大家分享 这个间接投资 那间接投资有两种 一种就是买股票 你有很多public trade的一个reeds 那你这边呢 你可以买一些综合性的reeds 或者是买单一的 你可以去买某一只股票 或者是买一个买一些ETF 这个都可以 在某一只股票 你可以专门买酒店的 或者专门买数据中心的 或者说要买公寓楼的 这边我列出了几家 比如说我们现在industrial做得很好 那industrial做得很好 我们就买这个 一二三 就是上面第三个 那个Peloges Peloges是每个一个相当大的一个 一个industrial的一个holder 他们的下面的旗下产品 全不是industrial的 56.6个billion 560多个亿 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参与去做的 就是你直接买股票 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式的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做reeds的它的优势 reeds其实在这么多年来 我们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收益其实比S&P 20到30年来看上去 它的收益其实比S&P还要高一些的 我们这个是20年的数据 annualized return 1999年到2019年 是11.6个percent 是相应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 它的优势 它有固定的派息 位置的派息 比别的产业链会比较多一些 不管是communication也好 不管是technology也好 不管是一些美国的新兴的那些 它卖它的派息都没有这个位置高 位置派息 同时它有增值 你股票上升了 它就增值了 它可以像股票一样 它流动性很好 你今天喜欢今天买 今天你明天不喜欢 你明天卖掉就好了 而因为它会上市公司 是SEC和很多部门的监管 它的这个披露信息很多 门槛也比较低 你如果是在那个 你可以随时买一个那个 喜欢的话 你在那个Chashua等等公司 因为欧罗塞 你可以随时买一个 开个账号 小到几百块钱 你就可以买一个股票 OK 但是它的劣势 它收益比较 波润比较大 我们比如说 我们刚才举个 Pel Rogers 它是industrial 虽然是受这个整个 这个COVID-19的一个影响 它有正收益 就很多人更加需要 这个logistic building 但是这个全是所有的环境不好 所有的别的房间不好 所以它的股票也在跌 所以这个它劣势就是说 它受别的大环境的影响 它波动比较大 没有对项目的实际控制 你一个大型公司 Simon Property Venado 这些大型公司 它不会因为说 Andy买了这个股票 他会打电话说 Andy 我要买这个产品的 你要不要答应 No You don't have much to say at all 所以其实是 直接是控制的 是由他们公司 那在无形之中 你是买了整个公司 它里面好的苹果 坏的苹果 烂的苹果 你要全部接受 所以你是无法选择的 所以它的劣势就是说 收益比较波动 然后你是没有 没有真正的控制的权利 所以避免了 有很多的优质的产品 跟不好的产品 可能有些病红 这个也是一个 投资的一个劣势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 一直在做的 我们在做的房地产基金 房地产基金 首先我要跟大家声明一下 房地产基金 是美国的 是private equity 它指向高端的 高净值的人群 那所谓高净值的人群 它有definition 你必须是 有100万以上的资产 那同时你需要有 三年之内赚20万美金 赚30万美金 或者两年之内 其中两年之内赚30万美金 然后我的CPA 都已经忘记差不多了 然后其中有一年 是赚20万美金 就是它有一定的门槛 但它的优势是 有专业团队的管理 有第三方的营运公司 管理公司 它的效率很高 效率很高 那投资的项目的选择是灵活性 是吧 你喜欢这个产品 你就参与去投资 你不喜欢 你就不要 那同时呢 这个基金管理公司的 它的利益 一般是跟投资的利益绑定的 一般是它有一个扑墓 当这个产品做得好的时候 它的收益呢 就跟你一起分成 一般是8%或者10%以上 怎么去跟投资的意想去分享 如果你们拿不到 它也拿不到 所以它的优势比较明显 它的劣势就是门槛比较高 一般都是十万几桶 然后呢 同时呢 它并不能像股票一样 今天喜欢买进去 明天不喜欢 它的流动性呢 就比较差 OK 目前常见的 大概有哪些呢 有债券 就是大家通过私募 去浓到的钱 去投到一个产品里面 以固定的 以固定收益的方式 一般是6到8个% 2到3年的产品 2到3年盘年 以LP的形式 就是我们喜欢这个产品 但是以我们 以LP的形式去参与 这一般是在3到5年的产品 12到15个% 7P的产品 可能呢 风险呢 也会比较高一点 但预期的话 大概18个%以上 18到20个% 22个%都是合理的 一般这个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呢 这些都 这些产品呢 我们呢 也都有 然后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向我们去了解 这一类的产品 OK 好 Let's see Lastly 最后 写在最后 好 分享了这么多 其实各类投资 不要说是房地产投资 其实任何一个产品 没有任何产品 适合任何的人 我作为投资人 跟在座的 我刚刚才看了一下 我们有 有250个 这个 这个 participant 能在 在线上 这是我对各位的 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 在我们的投资 其实先 我们其实要 自得 清楚的知道说 我们投资的目的 是什么 我们是 以收益为主 收益为主 还是 以增值为主 我们在 投资这个时间的 周期 是什么 房地产每10年 一个周期 10年到12年 一个周期 美国每10年到12年 有个小 一个小条 然后呢 有每30年 有个大条 我们这一次 这一次 这个2020年 上次的是 其实是 是在 87年 88年 再上次五几年 再上次1928年 所以每30年 一大条 每10年到12年 一小条 有没有这个 COVID-19 经济都会做 一定的小条 COVID-19 只是让世界 让一些东西改变了 但大方向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要知道 当投资 在下滑的时候 经济不好的时候 我们大家可能 以雇收为主 以LP为主 当经济好的时候 我们做GP 就冒险一点 收益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自己投资的目的 把握好 整个房地产的 一个走势 OK 投资比较关注的 首先 不管是哪一个 Multi-Family Industrial Office Building Hotel 和Retail 永远是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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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好不好 你任何的房子 再漂亮的房子 我都建得起来 但是这个地点 永远不要 OK 永远是达不到的 OK 项目方 它的头前 头中 头后 是怎么管 你的基金团队也好 你的股市团队也好 这对这个本身的产品 是不是很认识 OK 产品类型 是新建的 收购的 你是以实体的 你是以债券的 你是以股权的 方式走过去 同时 项目方 他自己放了多少钱 他的是怎么去控制 这个风险的 合理的 是不是使用这些杠杆 他是不是借了90% 100%的钱 还是他只是向市面上 借50% 60%的钱 这些都很重要 当然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就没有办法讲到那么多 没有那么讲的多 但是这些呢 就是我给今天的 今天的在座各位吧 可能就是分享一下说 没有任何一个产品 只适合所有的人 好 那我讲到最后 讲到最后的话呢 可能要分享一点的 一些小事事 在这边 有两个 那个微信的二维码 这个左手边的呢 我建议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有很多时间 跟大家分享那么多 我们的公众号 还是蛮有质量的 公众号 我们一直在写公众号 公众号里面 大概有四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 就是我们自己 对市场的分析 我们在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写了许许多多的文章 对这个 对这个office building看 对这个学生公寓楼 这种看 但industrial retail怎么看 今天四个月 五个月回头看的时候 我们看的东西 还是蛮一致的 就是对市场的一个分析 同时 我们对这个 我们对这个 这是我们第一个 就是对市场分析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里面有很多学堂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 大家呢 也是来分享的嘛 我们是叫私会学院嘛 我们有一个学堂 学堂里面 跟大家分享说 什么是商业房地产 什么是股权投资 什么是债权投资 什么做净调 怎么做投后管理 等等等等 有大量的文章 可以看得到 然后大家呢 有机会的时候呢 可以在里面呢 看到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说 美国商业房地产 对我们一个基金管理人 我们是怎么去看 这个产品的 我们都会跟大家在里面 在学堂里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 同时呢 我们也会看 我们也会看第三方的 一个经济学家的报告 GL CBRE CUSHMAN 以及那个货币基金 这些等等的报告 我们会解读 我们看完这些报道 我们会更加以通俗 一懂的话 跟大家去沟流 跟大家去沟通 然后我们会 intel一些大卡 就他们看 怎么看经济的 那这个是我们 第三个板块 第四个板块 就是关于我们公司的新闻 以前我们有的时候 会发现一些新的产品 这里面 然后呢 大家可以去关注 那右手边的话呢 是我们的 那个 是我们的 那个 Lion的一个 一个微信 那Lion呢 是负责我们的 公司的市场的 然后所以呢 如果是他 他就比较直接 因为你对的是个个人 所以呢 也可以随时加他的 然后 包括这一次 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有什么疑问 如果我们这是 后面你 你听完以后 有什么疑问 都随时可以 跟Lion去 能够沟通 好吧 那我反正 强烈建议 各位的话呢 可以加下 我们的公众号 那里面可以了解 更多的我们的产品 以及了解 我们的信息 我们对市场 怎么看的 OK With that I think I did it pretty good 然后我把这个 交还给组织人 然后看看大家 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 more than happy 去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吗 好的 谢谢Andy 今天的精彩分享 也感谢大家 在这个 今天晚上 这么一个 美好的时间 然后来参加 我们的这个活动 在我们正式 进入Q&A之前 我先打个小广杠 这个 我们今天的这个 活动主办方 是私会学院 大家可以看我 这个 这边 我背后的这个 背景 这个幕布上 有两个公众号 一个是咖啡俱乐部的 公众号 一个是私会的 私会学院是 咖啡俱乐部的 教育品牌 专注于投资理财的 教育及项目 想要加入 咖啡俱乐部的 小伙伴呢 可以添加 左边这个公众号 然后想要了解 私会学院的 更多项目和课程的 可以添加 右边这个公众号 所以欢迎大家 更多来 来关注我们 这个平台 这是一个 公益的平台 会听其办一些 非常有质量的讲座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进入 这个Q&A环节 我先 看一下我们群里的 这个提问 那我就 Andy 我就挨个 这个问你一下 第一个是 您好Andy 请问您会投资 加拿大的商业地产吗 我个人 之前在JP Morgan的时候 是做过加拿大的房地产的 然后 因为 其实做所有的地产 其实最关键的时候 你跟我最后一页 写的最后的时候 永远是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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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如果我作为个人 要去投资 加拿大的房地产的时候 我一定会跟当地 最优秀的团队去合伙 去合资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不会贸能去参与 这个就是以自己去主导 去主导 这个加拿大的房地产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 之前的学堂里面有说过 我们要看一眼 扮演的角色 做GP是必须主导 然后来做LP的时候 你怎么去辅助 你做fixed income的收入 是你怎么去监管 所以如果在这边 当然也是可以打个小广告 如果各位里面 在这个群里面有项目方 或者说有产品的 也跟我们联系 可以跟Neo联系 我们也是很络意去看 这些产品的 这些产品 我们不能答应说 大家说我们每个产品都做 但是有一点 我们公司里面有个规矩 我们在24小时之内 一定通知 通知对方说 我们这个产品 有没有兴趣做 如果没有兴趣做 我们就会直接告诉对方 如果有兴趣做 我们会做下一步的安排 就是我们一定会答复 答复大家 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做 所以我们对所有的项目方 如果有兴趣联系我们 也please do so 好的 谢谢安迪 下一个问题是 Do you do 103E exchange? 103E exchange 我们现在 其实我的大部分投资人 都是投我10万 20万 30万的 所以如果是做103E exchange 因为它的benefit 最终的时候 是要么是在个人身上 或者在机构身上 就是我们目前的基金里面 是不适合做103E exchange的 因为103E的 你其实是把 之前的项目的gain pass到下面那个产品里面去 然后你就可以把gain 永远的defer出去 是不是 这个是目前的 我们的基金里面 而且我们的投资时间比较短 一般是最短的两年 最长的也就是五年 所以这个里面 并不是特别适合做103E的 那个exchange的产品的 好的 谢谢安迪 下一个问题是 来自Steve 在投行工作的 投资私募地产公司 需要公司的 insider trading per clearance吗 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 应该就是说 不好意思 因为说就是 如果投行想做我们 私募地产投资 需要跟公司 报备一些compliance的东西 确实的 因为我们做的产品的量 并不是特别的 并不是那么的广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 public traded company 在这边是可以做 但是呢 就是 如果是我个人 就是刚才如果是 哪位 哪位朋友问的话 doesn't hurt 就是 make a phone call to your compliance 去 说 我有兴趣 投资这个 private equity firm any issues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有投资人 不管是 这个401的 或者是 在那个上市公司 比较敏感的 我们都有这里投资人 其实 you know just for cautious I would just recommend I would just recommend you make a phone call to complain 说 这是我们的 如果是需要更多的项目 或者公司 公司我们当的公司网站 也在 www.eastlions.us 公司网站 公司信息都在上面 如果需要更多东西 我们 we are more than happy to 去提供 可以 好的 谢谢 谢谢安地 下面还有一个朋友 问了 这个LP和JP 是什么区别 你呢 简单 几句话 就是 简单讲一下 this is a great question 就是当我们在做LP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参与对方 一般LP的 你只有权利 去做一些 major decision making 然后呢 你有去监督 他的一些权利 在GP的话 他是每一天 就是你看到他的 他在产品 就是他每天 就是run the project 他是作为主导 我们作为辅助 一个 我们是作为辅助 所以GP的相应来说 风险会比较大 而且呢 但是他收益比较高 我们刚才也讲过 如果做GP 一般都在18%以上的收益 18%以上的收益 但是LP是辅助他 永远是说 这样一个产品 GP的钱先loss LP的再loss 然后呢 再是那个max的钱 再是senior debt的钱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GP呢 他是永远知道 在任何一个产品 GP是主导 然后呢 是 LP呢 还是辅助 我们呢 如果你呢 刚才这位朋友呢 如果是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 在艺联学堂里面 有一个 应该就是 上一次写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 固收你扮演的角色 LP的 LP的跟那个 跟GP的那些区别 在那边 可能那边写 想的呢 就比较详细一点了 好的 下一个问题是 这个 我是网上翻的 大家这个最新发的问题 我可能一会儿再说 下一个问题是 Andy您好 如果投资 私募地产基金 有什么办法 让投资人放心 能够保证 不会被跑路 这可能是 很多中国大陆 里面过来的 投资人 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一个 great great question 首先你投资 地产私募 你首先对你的团队 要有多少了解 我如果是个人的话 你的底层资产在哪里 你最好 你的私募地产公司 就在哪 最少在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国度 这一点 这个一点 然后在美国 在美国 其实所谓这个 跑路 其实最少 我个人认为 项目失败的机会会有 但是真正把钱 把钱 卷走跑路的 quite frankly 我自己做了 这个房地产 做了25年 26年 这种机会 真的不太大 因为美国 这个证券法 是一个 是一个很严谨的 就是它的执行路很高 如果你在这个上面 商业的 商业如果是 操盘错了 这个是 这个是risk 是投资人士 必须要接受的 但是在道德犯罪 一旦犯罪了 这个人可能一辈子 就没有办法 再进入这一行里面去了 因为他有 有各种的法律监督 你像我们自己公司 我们 我们自己公司 我们有自己的 这个证券牌照 不管是7也好 什么63 65 24 80 这个所有的牌照 都会有 也就是我们是被 一直在监管的 就真正说 我们收到投资人 去把这个钱拿走 这种机会真的不大 而且毕竟 从业这么多年 也没有 在商业 所以你为什么 一定要找一个 值得信赖的团队 提操盘 这个很重要 好的 好的 谢谢Andy 那我再继续看一下 我们的相 我们的问题 有一些朋友问到了 这个单个的地产基金 那我们这个留在最后 如果是还有时间分享 我们先说一些 大家比较general 关心的问题 像有个 如果有好项目 如何联系您 OK 您可以扫这个 这个 现在分享的 这个二维码 利昂的 其实也就是我的 我会给大家 这个详细 对接一下后面的事情 Andy 那这个 因为我刚才看这个 群里有人说 看不到我们 咖啡这边的 二维码 就是我现在背景 这个二维码 看不清楚 所以我可能要 就是您先把 您这边的 共享关掉 我开一下 我这边的共享 好 perfect 好的 beautiful 好 好的 那我开一下 我这边的 对 好的 这把大家应该 能看得清楚了吧 这个是我们咖啡的 两个二维码 大家 这个 这个 欢迎随时加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回答 两到三个问题 看一下 在这里 好的 调出来了 贵公司过去20年业绩 可以看一下吗 这个 这个我们就是 如果有朋友 有幸运的朋友 可以在私下联系 这里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 您对德州地产前景看好吗 其实我对德州 是很看好的 所以还是同样 你要看哪一个sector 你要看哪一类型 在总体来说 这个趋势顺势 顺势 你看在前不久 这个HP 有几个大型公司 包括Tesla的老大 都搬到德州去了 它第一是德州的资源很丰富 第二德州的税收很好 然后德州有这次疫情 像很多西部的客户 西部的特别是在LA San Francisco Orange County 这些高端的人群 大部分都公募到德州去了 所以我对德州来说 是比较看好的 那当然看好的时候 那我们在看到 任何一个产品的时候 看好的时候 得出那么多房产 并不但每个都是很好 那我们在谨慎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 首先我们对哪些大区块 比较看好 那我们在里面 去找适合我们的产品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就是怎么样子 去找和自己适合的产品 在这个产品的时候 怎么去跟这个适合的当地的 我们所有的产品 都是跟当地最优秀的 合伙人去合作 去做这些事情 那你怎么去找到 一些比较可靠的 专门懂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一个北京投资人 我如果看好了 看好了德州的产品 我绝对不会在 这个基金公司 我不会去在上海 找一个基金公司 我能在北京 在上海找个基金公司 然后去操盘 德州的操盘 这个不会的 我们光在 我们光在纽约的基金公司 我们要去做这种事情 我们都要找到 德州的当地的团队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 好的 谢谢安迪 下一个问题是这个 您能评价一下 rejudicial的地产市场吗 您觉得这个市场 现在对这个交区 是有很大的 sorry do you expect the market to calm down for suburbans 您觉得在交区这边 是不是这个 这个涨价已经快结束了 就是这未来 对这个变化 如果我自己感觉 如果是根据这个疫情 如果是我们现在 就可以打疫苗 然后在明年 3月份 4月份 打疫苗 然后其实人 特别是投资的人 我们 我也是做投资人 大家都有 short of memory 两年三年以后 很多事情就忘记了 所以如果是以这个逻辑来 为什么说经济 会到两年三年 美国的主流地产 一般是在明年下半年 到未来几年 都会慢慢回到正常 所以如果是以这个逻辑来讲 我自己 我自己 因为我不是做 residential的 就是说你刚才讲的是 其实是买住宅了 我觉得 你个人认为 会向下调的 几乎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 纽约是有纽约存在的理由 San Francisco 有San Francisco存在的理由 LA有LA存在的理由 只是因为这个COVID-19 让大家把这个理由 在短时间的忘记掉了 但eventually 两到三年的时候 大家都会回来 这个其实是 你的这个Spanish flu 一百多年前 也是两到三年以后 市场上面 才慢慢的回到了 就是回归 回归比较健康的 所以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 但是总体来说 我觉得是我自己也感觉 是一个overheat 包括我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住的房子 就是在这个五个月的时间 大概涨到20%左右的时间 It's a crazy crazy market 所以 但是同样的是 同样的时间 Mahadden的房子 跌了exactly almost 7点 是不是 也跌了5% 6% 甚至有些公寓楼 甚至跌了10%以上 所以这些都是不正常的 好的 谢谢Andy 下面一个听众Alice 问到这个 请问瑞士投资 推荐的交易频率是多少 其实是想问 不包括自己对各个瑞士 尽调的时间精力 一般需要投入 多少精力时间 去管理瑞士的投资 如果你买瑞士投资 如果你刚才 如果比如说这位朋友 只是在问瑞士投资 如果你在这个 这个上 我就建议 如果你没有很多的时间 你不是专业的人 我建议你就买瑞士的ETF 就不要去买 整个一个瑞士的ETF里面 可能有几百只 两百到三百个股票 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瑞士 这样你可以更加的放心 当我来说 除非你是某一行的专家 你可以买单一股票 就比如说你只喜欢industrial 你买industrial 那你对他的PE ratio 对他公司的前景 对他的管理团队 对他的产业 对他等等等等 要很了解的时候 你再去买单一的股票 如果你对这些 对整个瑞士 对整个房地产 对整个大趋势 不是特别明朗的时候 我建议你 这位朋友 就直接买ETF就好了 就不要去买单一股票了 好的 那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跟瑞士相关的 是前蒙说的说 我以往401K 全都是一个地产基金VGLSX 现在这个价格进退不得 就是里面有香有臭的 大佬觉得应该继续持有吗 就是大环境是向上的吗 这个后面有个补充的一个 一个一个说 就是说这个VGLSX 是这个 它的组成是 六成买所有的REIT 四成买热门的REIT 跟这个Vanguard的 这个ETF是同步的 然后 我个人 因为我对股票 我一直在关注 包括我自己的一些钱 也找到股票里面 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股票的专家 因为你看我所有的LICEN 都是跟房地产有关 跟基金管理有关 所以股票呢 我并不是特别 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 既然是你的退休基金 那你就可以长期持有 其实这个时候 持有这些REIT 因为这个REIT 因为COVID-19 受的影响蛮大 都跌得蛮多的 有些是跌到价值超过50%以上 If you got three to five years Just continue to hold it You will not be sorry 这个但是我不能 我还是声明一下 我这个不是指任何一个 Pacific的那个股票 好吧 因为股票确实不是那个 我觉得是做任何一行 还是要去 还是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因为我对实体的房地产 真的花了26年的时间 每一天 这个你告诉我Tesla怎么样 I don't know 我以为Tesla是一个 是个汽车公司 其实人家是个高科技 但是我对一个房地产来说 我花很多的时间 每天对我最大多的 除了喝咖啡以外 就是就是享受 这些房地产的一些deal 所以这是我个人建议 好的Andy 我看现在咱们这个会里 还有200多个听众 可能大家还是想了解 更多的问题 那我们再多问几个问题 这个王先生说 学校周围有很多大型公寓 私人拥有的condo units 还值得投资吗 这个你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私人拥有的condo 我个人并不建议去投资 就是说你在大学城旁边 去买一个公寓楼 就以你私人的管理去住 但是主要的标 主要是租给这个学生 我觉得这个risk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你整个资产 全部放在这个地方 如果那个学生不租 或者那个学生是某种原因 这个首先 而且你的成本 你的时间成本 管理成本 你的人工成本太高了 你得不到 你就是其实跟你在买一个房子 相应你买一个房子 租给一个第三个 这个是我个人的反而 你的主动权 产权是你的 永远是你的 这个我倒不会去太的 这个这个是一个优势 但是你个人在学生 就是在大学城里买一个 管理 其实学生来讲 相应来讲 因为我们在今年一年 就买了1380几个床位 所以在这个上面 包括我们的合伙人里面 有三万个床位 所以我还是 就是个人并不建议去买 这个如果有这么多资金 反正投资一些学生公寓楼的 你哪怕是买一些 学生公寓楼的股票 可能会比 会比你自己去投资 会省心很多 会省心很多 好的 谢谢安迪 这有一个书问道说 能重新分享一下 LPGP和债权的slide吗 OK 那我给您分享一下 其实最好的时候 就让这位客户 你可以分享那个slide 你可以报道一下 那同时的话 我也建议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我们 我们前部就写的一个公众号 就是关于这个FixInca LP跟GP的不同的差异化 好的 苏如果你有什么 不好意思 Sandy 可以打断了 没事 请讲 苏如果你对这一件 还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继续来提问 那我们先把这个 这页留在这里 其他的问题是 Is the cycle of house market downside coming soon 这个我如果是知道 但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prediction 的时候呢 是housing market的话呢 也看哪里了 因为其实已经这个cycle 已经来了嘛 你像那个市中心的 这个housing market 已经到了这个 少的有10个percent 多的甚至更多的percent 所以其实已经来了啦 那我讲的是 从明年下半年开始 开始慢慢恢复 是不是啊 那我觉得说 可能是地区的不一样 可能这single family 在郊区的 郊区的可能会受 一些影响 因为利息不可能 永远是keep at the at the current percentage嘛 利息现在是利息太低的嘛 当利息一涨的时候 房价一定跌了 好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下一边说 Where do we go to the ETF symbols Reeds ETF symbols 就是问如何去找 这些常见的 这个太容易了 你如果是在 你如果是在 那个Chashua也好 GT Waterhouse也好 那个Skartre也好 包括你那些 Mail Lynch 他有个 他有个search section search 你就search 那个ETF 或那个REEDs就好了 然后你根据 哪一个选择 自己喜欢的就好 好的 那我再看一遍 我也没有落下我们的提问 这有一个说 怎么评价Open Door 是哪一方面的Open Door Open Door 这个朋友好像没有说太清楚 江子言 您说的是Open Door Program吗 是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您觉得是的话 请您再回复一下 那我们这个问题 先pass掉 好的 其他问题基本上都没有了 那这个 苏那边 苏如果您看到 现在这个页 如果有什么 Open Door is going to go public 它是某一个 某一个公司 给某一个股票 这个口 我真的是没有在关注 不好意思 好的 对 我们这个 如果是具体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私下里 在沟通和交流 那Open Door Zillow is the stock OK 好的 那今天就非常感谢 Andy的时间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如果有其他的 这个大家的问题的话 欢迎这个 联系我们 也欢迎关注我们这个 咖啡俱乐部 还有我们的私会 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精彩的活动 谢谢大家 那我们这个视频 PPT会在 大概一周左右之后 会应该会在YouTube上会搜到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我们 谢谢大家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